森巴体坛三层皮 一针接鞋开的旅馆天来到本期的胖周来球 今天胖周跟各球咱们一起来聊一下东京财奥会 我们知道24日晚上的东京财奥会已经正式的盛大开幕了 但是在这一届财奥会的开幕式现场 却出现了一次重大的失误 日本他们连自己的国旗都给升错了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可以说在这一届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 就已经给广大的体育迷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种深刻的印象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看到奥运健儿们 在赛场上去争金夺银那种拼搏精神给我们留下印象 更多的是东京奥组委方面他们自己主观层面 犯下的很多致命的失误 一些闹得低级的笑话 确实让我们感觉到匪夷所思 那么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近期我们中国的两位奥运冠军 他们的金牌都出现了掉皮的现象 奥运金牌这个金牌上面竟然能够起皮 这确实是闹了天下一个大的笑话了 这在历届奥运会的历史上以来 还从来没有说金牌能够掉皮这种现象了 这确实真的是让大家感觉到匪夷所思 那么在奥运会刚刚结束 这个余温还没有凉下来的时候 紧接着东京残奥会又开幕了 结果就在东京残奥会这么盛大的一个 万众瞩目的一个焦点之下 大家都在等待的这样一个盛大的开幕式 现场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惊喜的时候 结果却让我们看到了大跌眼镜的一幕 那么在现场我们看到 日本作为东道主 他们在现场升国旗的时候 他们竟然把国旗给升错了 那么这个国旗我们知道 是一个长方形的国旗 对吧 长方形的国旗呢 理应是这个国旗的宽的一面 应该紧贴着旗杆 然后呢国旗上升 结果呢 他们把这个国旗长的一面 贴着旗杆升上去了 那么结果啊 升上去之后 所有的现场工作人员 才刚刚发现了这样一个事情不妙 随后呢我们看到 其实电视转播镜头 在发现了这样一个重大失误之后 并没有把转播镜头 切到现场的画面上 但是呢这样一个画面 却被现场 是吧 媒体给拍了出来 给流露出来了一个现场的照片 那么随后工作人员 也是赶紧的把这个国旗 给降了下来之后 调整完毕之后 再度的升了上去 升上去之后 电视转播镜头 给到镜头的时候 此时国旗 其实它已经调换成了 宽的一面 贴近了这个旗杆了 对吧 已经调整完毕了 因为这样一来呢 你才能够让你的 这个国旗给飘起来 而如果说 你让你的那个 长的一面 贴近旗杆的话 说实话 你的国旗升上去之后 宽的那一侧 是在外边的 你根本这个国旗 在上面是抖动不起来的 你即使有吹风口吹着它 它也抖动不起来 所以说这很显然 尿下了一个 非常重大的失误 这在历届奥运会的历史上来说 还是非常罕见的 能够出现一些 其他环节的小的失误 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 其他环节 毕竟一届奥运会的开幕式 包括残奥会的开幕式 它都是有着 大量的人力的投入 所以说呢 这么多人力的投入之后呢 在一些小的环节上 出现一些小的失误 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 瑕疵也都是可以理解 但是你在这种 升国旗的仪式上 你竟然把自己的国旗 给升错了 是吧 和日本作为东道主 确实这一次 又闹出了一个大的笑话 让大家感觉到 非常的离谱 对不对 这一次工作人员 他们的这样一个行为 确实让大家感觉到 有些不可思议了 那么不知道这一次 升错国旗的 这几个工作人员 是否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但是呢 很显然这一次 确让东京残奥会 这样一个开幕式 显得不那么圆满 但是呢 在此呢 我们也是希望 这一次每一个参加 东京残奥会的运动家儿们 都能够不受到 这一次小插曲的影响 都能够时刻牢记使命 能够真真正正的 在接下来的残奥会的赛场上 保持一颗 积极向上的拼颇进取之心 能够呢 时刻的将为国争光的 这份荣誉 是吧 扛在肩上 把这个重担扛在肩上 争取呢 在残奥会的赛场上 为自己的祖国 多多的争取金牌银牌 因为在胖中看来 其实这些 残奥会上的这些运动家儿们 他们站上 奥运会的舞台上的那一刻起 其实我个人认为 他们才是真正的 体育精神最好的一种权势 那么这些奥运家儿们 其实不管他们最终 在这一次的奥运会上 能够取得怎样的成绩 只要他们能够站上了 残奥会的舞台 那么他们就是值得尊敬的 再次我们也是期待着 每一位奥运家儿 都能够在本届残奥会上 能够拿到 让自己满意的成绩 都期待着他们 能够满载而归 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中聊球 再先聊到这 喜欢胖中的别忘了 点关注 胖中的玩听这边 聊聊 financial